哈喽大家好 明天这个小朋友就要开学了 我们今天就让大家看一下 在瑞士小学生开学之前 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呢 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密霜室内用的鞋子 你们到学校都要换鞋子吗 对啊 我们去学校的时候 我们把普通鞋脱了 然后穿上这个进学校 进教室里面呢 对 如果不是这种的 就是这种的 拖鞋 对有那个有洞的那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衣服差不多 在学校有一个课 对说功课 然后我们每次如果我们得用 点画东西之类的 我们就穿上 就是工作服 不要把他身上的衣服弄脏对吧 对 这个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是那个音乐课的文件夹 这个呢就是每学期的期末 老师给学生的那个考分点评 这个有1000个作业 啊 这是你的暑假作业 对 你做完了吗 都做完了 这个是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 还是干嘛使的 这个是比如 店回家拿作业之类的 这个呢就有 签笔啊 笔袋 差不多 就是有墨水 画画的 然后这个有几个那个的 彩笔 都是画画用的 那你写作业的笔呢 写作业的笔它们都 签笔学校发 嗯 橡皮 也 也发 嗯 都发 嗯 这个也是画笔 对 很多画笔 然后没了 啊没了 对 就没了 对 这么快 对 等一下啊 我先把这东西 装进去 拜拜 这个是一个运动袋 这是什么 体育运动的 上体育课的袋子 对 这个是拖鞋 然后我们在那呢 也那个洗澡 所以这里有 洗澡的那个 这里有个毛巾 然后这里有我的 换洗的衣服 不 空气 运动的裤子 啊啊 运动的裤子 因为衣服是这个 啊 要穿运动衣 啊 这个就是我的 运动服 嗯 这是学校统一的吗 每个人都会这样的吗 不是 不是 这是我自己在家买的 啊 你们在学校没有校服 不不不不 你们有吗 我们有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 都有校服 我们星期一还要升国旗呢 你们升国旗吗 嗯 你们不是 你们也不升国旗 你们也不升国旗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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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来 不愿意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组成 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 大辽 在我先的时候 然后我不记得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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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我不知道我在不在 把另一个 烫火 对 所以我觉得你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吗 书 你怎么没有书呢 没有书 你上学还没有书吗 没有 然后最后有这个 你要上学的时候要穿这个交通服对吗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会把那个光反射出来 这个也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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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个可以保护 你们老师也不用书吗 每个人都没有书吗 不 我们都不用书 你们也太幸福了吧 上个学没有书 有作业吗 当然有作业了 你可别觉得我们那么吸引 好 我们每天 第一件事 哈喽大家 哈喽老师 今天你们猜猜我们得做啥呀 作业 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 嗯 你开心 要开学吗 不 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开学 为什么你不要开学 我要睡觉 啊 我要睡觉 你要睡觉 开学也可以睡觉 每天晚上我家都能睡觉 那好吧 那就预祝你明天开学 开心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这样我就可以睡觉 拜拜